主位大德同修 大家祈祥阿弥陀佛 我们第四规进入信的部分 这个信 人言为信 不守信 就不向人讲的话了 而且人有五常 为行为规范 其实这五常就是人格 违背五常 人意理智性 就丢了人格 下辈子做不了人 五常跟五界完全相应 那我们看信的句子当中 不完全是言语 所以这个信还有延伸到 一个人的行为值不值得人家信任 一开始比较是言语的部分 凡出言 信为先 乍与望 习可焉 话说多不如少 为其事物令巧 尖巧语 会无耻 是请弃 切切之 这都是言语 这言语的分寸 是非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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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重 清楚 这个也会让自己得到别人的信任 他讲话很快 讲不清楚 你对这个人信心就会打折扣了 你看到他说长道短 那更难信任他了 比说长只说短 不关己 莫显管 接着不是言语了 见人善即师起 众去远以见机 我们看到一个见善就师起的人 值不值得信任 这些行为都会让自己在社会当中的信任加分 这个人值不值得信任 在这些地方可以观察出来 见人恶 急批评的人 你会不会信任他 他能急内行的 这个人靠谱 不会挑剔是非 这些行为 能够能够造成人事问题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哪些言行能够凝聚人心 哪些言行 哪些言行会造成团体冲突 那这些言行 就是形成别人信任与否的关键 那 为德学 为才艺 不如人当赐利 若衣服 若勇时 不如人 无生期 一个人假如 只在乎 这些外在的财富 财艺 这样的人 你信任吗 反而是重德之人 重义之人 不好虚荣的人 人家比较容易相信 闻过怒 闻欲乐 损有来 意有却 一听人家站站就高兴得不得了 别把事情交给他 人家一溜须拍马 他就飘飘了 反而是文欲孔 文过心 这样的人值得信任 质量是见相亲 无心非明为错 有心非明为恶 过能改归于五万 唐眼是真一辜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但过而人改 善莫大言 能改过的 还是会赢得别人的尊重 信任 信任 所以这个信片 涵盖的范围 还是蛮广泛的 在这每一句 我们都要用心去感受 他对自己信用的影响 信用不是要来的 你怎么可以不信任我 讲这种传统文化的外行话 传统话是内学 莫向外求 孔子说的 色有四夫君子 师诸真骨 反求诸其身 事情没有达到 预期的效果 反省自己 哪里做得还不到位 那论语当中也提到 君子信以为直 君子很重要的本质 有道义 有人义之心 义所单为 在所不辞 我们看这个清朝 因为吸鸦片都快亡国了 这个时候林哲许站出来 苟立国家生死已 岂因祸福 必屈之 这个就是 对国家人民的道义 同样的 诸位忍者 也在 我们文化 为己准王之秋 大家也扛起责任 为往胜记绝学 培养好下一代 江山带有闲人出 没有人才 红不了法 讲学的人 在财色名利面前 都倒下来了 你说社会大众 怎么有信心呢 但毕竟 少臣若天性 习惯神自然 一定要从小扎 所以老法师为什么说 一条铃就根本 不是从小扎根 能撑着 不倒 不错啦 还要立足 还要壮大 开发结果 这个不简单 所以老人家 倡导 一条龙是旧根本 那诸位忍者 勇于去承担 这个都是意义为止 总不能见义不韧 接下来 我们觉得这该做的 礼以行之 礼 礼节 礼节为治事之本 做事还是要有次序 脏法 不能乱 对人对事都要恭敬 这才能把事办顺利 选以出之 选以出之 时刻保持 谦逊 谦虚的态度 满朝损 千受益 在做事的过程当中 一有自满之心 自己觉得得意 百相会献 所以循子说 百事之臣 必在静之 因为恭敬 能把事情做成 但是这个恭敬心要保持 米不有粗 显刻有钟 往往有好的开始 但要保持到最后 不容易 出发心 成佛有余 但是得把出发心 一直保持下去 才行 所以为什么 汤王说要 日日兴 不能吃少为主 自满 自不可满 所以了凡事训 事者最后 一开始谈立命 把命运的真相 搞清楚了 命由我做 扶自己求 接着怎么改造 先断恶 改过之法 再修善 积善之方 第四 谦德之效 要有谦虚 才能保持 六四四卦 只有一卦 全部是吉祥 六摇皆吉 就是钱 就是钱 所以 逊以出之 很有道理 程度有观察到 当父母的人 在别人 在别人面前 赞叹 自己的小孩 当然 假如这个小孩 缺乏信心 事实 给他鼓励一下 到 没有不可 可是当父母 在别人面前 讲孩子 是有一点 炫耀自己的孩子 这个就跟签了 不相应了 不只当父母 你当老师的 在人面前 炫耀自己的学生 对这个孩子 对这个学生 会有什么影响 其实我们真的要相信 佛法 治他不恶 医报 随着正报转 孩子跟学生 是我们的医报 随着父母 老师的心转 我们有炫耀之成分 那孩子就慢慢 会有傲慢的挣扎 我观察 传统的 中国家庭 别人称赞他的孩子 他马上 哎呀呀 没有没有 还差得远 还差得远 我观察过的 父母在别人面前 赞叹他的孩子 最后 最难过的一关 就是明文这一关 一听人家的赞叹 他整个人就 不知不觉 慢行为起来 到最后 连自己老师的话 都不听 我有观察到 老和尚的学生 自己家里父母 很赞叹 最后连老和尚的话 都不听 所以一个人 家庭教育 自关重要 在这些地方 都不能有侥幸的心理 所以 迅以出之 很重要 古人这一句话 君子立身处事 包含怎么成事情 你看这几个字 关键 亦以为止 离以行之 信以出之 信以成之 最后 这为什么能成 因为他所这个信用 他不会半途而废 李老说的 我们这个民主 有一个特色 不答应别人变霸 答应以前 慎重考虑 答应之后 头破血流 也要把这个承诺办到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我们这个 古人的这个风范 要沉传 不能搞沉 很轻易就答应了 然后很快就反悔了 就很难取幸于人了 所以我们上一次有提到 我们答应佛菩萨的事 放在心上 每天都得用光 得把跟极乐世界的频道要接上 是吧 一念相应 一念佛 不能发空愿了 包含 他答应了 自己老师的承诺 不能忘 这个信放在心上 就有一种力量 要真性就成怯愿 就有力量出来 性愿行 那我们上一次跟大家有提到 古人手信用 心里起个念头了 不违背了 连言语都没有 我们听得很佩服 记杂挂剑 汉朝朱辉 这个读书人 他在太学里面遇到了一个 同学叫张勘 这个张勘 突然有一天过来了 两个不俗 这个张勘就说 我想把我的妻儿 付托给你 首先我感觉 这个张勘不简单 很会看人 古人可能 古人三一命普相 都要懂 三就是看风水 因为要安葬父母 安葬老人 你得安葬好 不会到时候泡了水 做了水灾 所以古人那种 对父母 祖先的尊重 都体现在这些方面 我们有一次做法会 突然有一个女孩 被附体了 被她奶奶附体了 不是 是真祖母 结果就说了 我那个墓地都遭水了 你们都不关心 这个灵魂真的不会死 然后呢 生前抽什么烟 你们要给我买那个烟 还给她点烟抽 那个样子都 动作都出来了 语气都一样 我听到这里说 人还是挺直走的 上辈子抽什么烟 放不下 这个子孙来拜的时候 没有拜他喜欢抽的烟 他也不高兴了 所以我们五十三餐 你看这个附体的人 我们也得到启示 什么都别贪 什么都别上瘾 什么都好 学红衣大师 人家祖闲了 大师对不起 祖闲了 他老人就说 闲得好 有一天祖闲了 不好意思 大师祖闲了 闲得好 都别生贪主 说婆有一爱之不清 临终被此爱所牵了 我很爱什么 修行人别讲这种话 很爱什么 人事物啊 就会被他牵走了 要练什么都好 见谁都说好 这是贤功和尚 给我们的榜样 最近 最近相关单位做出了 贤功 和尚的动画 我看传得很普遍 画得非常好 我每次随喜功德 老人家老人家的行礼 他老人家的行礼 是总结无量寿经 把无量寿经给表演出来了 那这个古人 懂这个三一命普相 他都有他的考虑的 包含他对 确实人有命运 他了解到 自己可能会短命啊 了凡世心有一句话 讲得好啊 能未能无心 终为阴阳所福啊 安得无数啊 人没有达到无心呢 都在命述当中 怎样才能无心呢 一心为功 念念为他人想 这样才能转动命运 我们看了凡先生 他也是知书打理之人 那个很年轻的就考上秀才了 他有没有改变命运呢 没有啊 考第几名通通通被算准了 后来是遇到云古禅师才 转变的 而且转变的关键呢 这云古禅师 这云古禅师高明 我们教学者要学习 云古禅师的高明 云古禅师 听了他命都被算定了 反问他一句话 你自己想想 你因得科地佛 因生子佛 老板先生 追醒良久 他反省了好长一段时间 自己讲出来不应也 我们面对成年人 直接说 你的问题在哪 你有什么习气 不是很好了 二十岁到四十岁 要用暗示的 四十岁以后不能讲 这也是属于人情势力 这是一个原则 当然有特例 特例不多 我们往往觉得自己 可以 可以 可以讲我的 可能我们忽略了 当别人讲我们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解释 可能自己没有看到 我能接受啊 可是呢 人家稍微讲一下 就开始解释了 人家这话就往后说了 那天遇到一个同修 他说 文过怒 文欲乐 我也很想做啊 别人提我的问题了 我也很想接受啊 可是我心里挺难过的 他也很真实啊 我很想听进去 根本心里很难过啊 她是个女性 女人啊 当她很在乎这个人的时候 这个人批评她 她就很难受 就像心碎了一样 所以古人留了一句话说 女为悦己者荣 女人为欢喜她 肯定她的人 梳妆打扮 表现良好啊 是吧 博得 这个男子看他一眼 他就心满意足了 可是假如 他很在乎的人 逼平他一句话 他好像就跺到万丈生 所以孔子 论语第一句话说 人不知而不愿 不亦君子乎万 人家不理解我们 我们不难过 这个才是往君子的 德行去迈进的 所以这个人不知而不愿 要怎么练呢 另一半不理解自己 不难过 能接受 父母不理解自己 自己也能 释怀 不然你越在乎的人 刚好对你有误解的时候 那你就会痛苦不堪了 那这个同修说了 太难受了 忍不住要解释 我说你从此开始 你不解释了 你先生就会对你刮目相看 以前都解释了 现在怎么不解释了 家里人对我们的这个信心 建立在哪 建立在我们 学了传统外 学佛之后的转变 不是用道理去让他信任 是我们的转变 让他真的变了 刮目相看 这个信任就提升上来 所以假如 我们学了之后 亲人对我们信任不够 这个还得 关照我们自己 有没有切切实实 去落实几句经教 一两句 一个人气质都变了 最近的人最能感受到 所以得不到家人的信任理解 我们一定要回过头来 反省自己 那刚刚提到 张勘 他可能也知道自己的命述 所以跟这个朱辉 讲到 我想把七额托付给你 不熟的同学 突然这么讲 古代人言语是谨慎的 古者言之不出 此功之不代 这个话不敢讲出去 怕什么 怕做不到 结果后来 张勘去世了 这个朱辉了解 他七额的情况 拿了很多财物 去帮助 他的这些遗孀家人 他儿子 就跟他父亲说了 父亲我没有听过 你有交这个朋友 怎么你这么大力的帮助他 这个朱辉说了 他曾经对我有知己之言 他把我当知己 我虽然没有当场答应他 可是我内心里 把他当朋友了 你看古人 把他当朋友了 我的心已经是这样认知了 我就不能违背我这一颗心了 朋友就有情意 那这个性意性意都连在一起了 众性的人也众意 这个朱辉 他还跟另外一个朋友 叫陈吉 结果这个陈吉早去世了 留下了一个遗父子 就是这个陈吉去世的时候 他的孩子还在肚子里面 后来这个孩子找大了 当地的官员 就要用朱辉的儿子 让他当官 这个朱辉推迟了 就把这个陈吉的遗父子 推荐给 对这个官员 你看自己的儿子 有当官机会 推迟了 让给 已经离去的朋友 他们家庭比较困难 其实这些性意的故事 对我们孩子们重不重要 现在是功利时代 从小没有重义 亲历的话 那这个抵不了社会的功利 那一个人抵不了了 就会重利 轻道义 那他这一生 很难不堕落了 所以我们 当老师的人 要着眼在孩子的一生 今天遇到一个老师 他也说 他说现在 没时间 这个课很满 但是我们得冷静想想 哪一个孩子的成功 是因为教科书里面 这些课程内容 让他成功了 我们不能处在这个大环境当中 随波去 就只是教教科书的东西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我自己走过的人生 我念初中的时候 真的一天考好几科 少的时候两三科 多的时候有时候一天考六七科 结果我有一个理化老师 他上课的时候会 有感而发几句话 几句话才一两分钟 我印象很深 他有一次 那个眼神很 真诚 他说同学们 人不能有傲气 但是不能没有傲气 听这种话的时候 瞬间都觉得有点清凉的感觉 都好像觉得你内心里面 还有一股能量往外生起来 孩子是有善根的 你在他们小的时候 成长的时候 不把这些最重要的 做人的心态 给他扎下根去 等到他出高中再上去了 入社会了 通通都是立志当头 那还怎么教 所以没时间 也可以挤出时间来 人有心的时候 会突破困难 当然 我们现在 假如任教的 学校就是 重视这一块 那更应该 很好的去发挥 当然了 学习成绩 能好 而且是长久的好 铁钉钉是靠内在的一种 校的力量 责任胆才能长久的 而且 而且按照这种 提海战术 培养出来的学生 大学联考的那一天 会做哪件事 最后一天 大学联考最后一天 从三楼四楼 就把书扔下来 他不喜欢学习 你不是扼杀了 他学习的心吗 所以看似不能看得太浅 太 只顾眼前了 要考虑着深远 才想 所以这个义根力的辨别能力 影响我们孩子的一生 所以这个竹灰 重道义 这是古人 起个心念 就尽他的权力 去满自己的愿 所以叫 自良知 王阳明先生说 自良知 要对得起我的良心 物自欺也 首先 不欺谁 不欺自己 对着自己的良心 就对得起人 内不欺己 外不欺人 上不欺天 君子 所以胜独也 自己独处的时候 不能自欺 欺人 包含 这个 我们这个 对人的索性 也不能 对上面 很索性用 对下面 或者对小孩 就不索 这样也不妥当 我们 有一句话叫 同守无期 这个在性里面 就有这个 韩康 卖药 它就是同守无期 跟大家前面有分享 老和上 答应给一个 一岁多的孩子 常吃 当天就交代 赶快准备好了 这个德育故事里面 郭吉 停后 郭吉 已经当到菜手了 那小朋友 很喜欢他 他要离开的时候 大人 你什么时候再回来 再算一算 温海丁会再回来 结果回来的时候 早一天 他就在 城外的这个亭里面 待一晚 隔天才静 就是对小朋友 他都所信用 那我们现在 当老师 面对小朋友 要所信用了 我记得 我求学的过程 我们的老师 答应我们的事情 后来 没有兑现 那没有兑现 我们心里不服气 说要带我们去哪里玩 没有带 算了 我们自己去 我们就自己去了 结果呢 我们去完隔天 这个老师就说了 没去的同学 我再带你们去 然后就讲了一些 有点风凉话 我在底下 实在不敢 苟头 已经 失言了 还讲这句话 我实在有点 听不下去了 平常老师讲话 我是聚精会神 看老师的 结果老师 这么讲话 我实在不愿意看他 可能老师平常 讲话都会开火吧 所以我一不看他 他就发现了 你给我站起来 那我走到前面来 哇 一下打我 要扇我巴掌 我 炯炯有神的 看着老师 他有点打不下去了 后来 叫你爸爸来 转头 以最快的速度 回家找我爸爸 还没有出校门 被同学 叫住了 老师叫你去办公室 结果到了办公室 老师 老师马上 言语非常柔和 老师自己也知道理屈了 这一段好像我以前没讲过 出来 有感而发 大家也看得出来 我有很刚强的一面 所以这个 老师守信用 在学生心目中 那个威性越来越高 老师不守信用 学生很痛苦 因为父母老师是他最尊重的人 所以对小孩 对学生 对晚辈 也不能失信了 那古人还有身为国君 魏文侯 魏国国君 刚好喝酒喝得很高兴 外面还下着雨 突然国君说了 我跟那个管 山陵 川泽的官员有约 要去填列 旁边的人 你喝这么高兴 而且外面还下雨 可以不去 不行 不能施约 他就去了 他一国国君 但是他还是不清 他对任何人的性路 你看一个国君 做的一件事 就流名轻死 就在历史当中记下来了 其实我们每一个老师 的行为 符合校替中性 离异廉耻 仁爱和平 当下 那个德光 就进入孩子 人生的历史里面 孩子的心 其实是非常敏锐的 他们还没有 社会的污染 包含着古人 刘平 骑贼 他连盗贼 他都不骑了 古人认命 被盗贼抓去了 可是他觉得 我先 回去给父母 送吃的 这些事情 做好了 那我再来受死 结果道贼 把他放了之后 他又回来 震惊这个道贼 真正的人人意识 被他感动了 那在信里面 还有一则故事 印象很深刻的 这张绍 跟范氏 这也是太学里面的同学 那要离开太学的时候 这个范氏就跟张绍 说了 两年之后的哪一天 我去你们家 拜访 你的尊亲 古人 都很尊重别人的父母 见面了 关心 您老 父母 都 都好吧 身体都康健 这个爱乌其乌 都会关心他的父母 家人 后来 快到两年 约定那一天 这个张绍就请母亲 准备 东西 要款待 同学来了 他母亲就说了 相隔千里之远 而且这是两年前的约 有可能会 准时来赴约吗 后来真的 到了 是 这个凡出言性为先 我感觉不简单 等于是 答应之后还是要记下来 不然一旺了 我们现在往往 现在人的生活 还是事物比较 反多的 有时候你没有马上记下来 突然接了一通电话 忘了 为什么 事忙先上帐 还是有道理的 现在事忙也要先记下来 不然就可能 失性于人 你真的这么去做 都记下来 答应哪个 学生的都记下来 到时候一一 都实现诺言 学生也会对老师 非常敬佩的 好 刚刚举的 这些例子 也是 见仁善 吉思琪 这个八德 故事当中 孝涕忠性 李义廉耻 都有榜样 我们看了之后 向他们效法 那我们 上一节课提到了 话说多不如少 为其事 雾宁巧 讲话实在 不要有花言巧语 不要去掩饰 我们 修学之人 跪在自知之明 知人者自然 自知之明 为什么自知之明 很重要呢 老和尚说 修行就两件事 知过 改过 自知之明的话 那就了解自己的状况 我为什么话很多 为什么控制不了 那是心里的状况 产生的 这个情况 那看自己要看得深 心缘 隐微处 默默洗涤 我们没有 关心 围要 关自己的心 深入去看 其实经历了 其实经历了很多事 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这样就变糊里糊涂的 所以老和尚说 面对境界要清楚 那隔额别录里面讲 公 声明 人什么时候能看得清楚 公心 不要有得失 不要有私心 再看得清楚 尘生明 真尘 再看得清楚 不能对人有成见 这看人就不清楚 还有 充容 生明 心要 充容 安定 心 假如很急躁 看人 看事 看不清楚 所以 老和尚这句 面对境界要清楚 才是觉醒 觉悟 学佛 就是学觉 在哪个地方觉 在面对的一切境界 看得清楚自己 也看得清楚他人 我们在教学的现况 比方说 这个孩子犯错了 我在应对这个语言的过程 我自己要看得清楚 我的心念 我有没有起情绪了 我只起情绪了 就很难教育这个孩子了 你怎么又来了 这个言语一出去了 就伤到他 心平气和 我自己是心平气和 我才开口 就是清楚自己 当我们要 当我们要谈话的时候 要能感受到孩子 对方 现在的状态 他可能做出事 已经是惊恐的状况了 有可能你要先安慰他 安抚他的心 时时时能体察别人的状况 理系绝绝说的 知其心 了解他的心 然后可以救其失 掌其善 而且 当他犯错 我们首先关注他 他的心会安定下来 他会感觉到温暖 他会跟老师交心 假如我们首先是 情绪上来指责的言语 那孩子头就低下去了 甚至于会调动他 可能成长过程 常常 啥情况 父母 也没问清楚情况 就先来一顿骂了 他习惯了 他就调起那些 你骂吧 你打吧 见未真 勿轻言 把事情要先搞清楚 不能先情绪上来 论人之非 这个都是隔音别录的话 真的很有人情事理的智慧 论人之非 当元其心 你要先了解 他做这件事的动机是什么 一个孩子 给母亲倒了一杯水 高高兴兴端过来 不小心给翻倒了 水杯摔破了 是犯错了 可是他的动机是什么 笑啊 他看妈妈刚下班 赶紧要端一杯热茶 给母亲了 这个时候母亲讲了 你搞什么鬼啊 你看他会不会内伤 你看古人 这些话里面 体恤人心 很深啊 你当元其心 他的动机是可贵的 你去肯定他这个动机啊 我看他当下虽然 摔破杯子了 你要肯定他 他眼泪就下来了 这个妈妈太理解我了 老师太理解我了 父母跟孩子 老师跟学生要交心 不能有隔阂 不能有代沟 我们希望的是 孩子对父母 父子有情终身保持 师徒如父子 他那种对父母的那种 亲爱很自然的 老师长他的慧命 他这种 对老师的亲爱 也能终身保持 你看到孔子的学生 一谈自己的老师 两只弥高 钻之弥坚 三只在前 呼烟在后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你看他老师的形象 特别柔和 很有耐心的教导学生 包含子共 都是很敬佩自己的老师的 所以子共所商了六年 他自己又加了三年 子共是大商人 才华洋溢 他刚去的时候 在打算 我这个一年了 就能够 还是三年 我就要超过老师了 后来觉得不可能 我后来就很敬佩夫子 我后来就很敬佩夫子 但自己在挂爱什么 为什么话会多 信不足 则多言 感觉别人不够信任自己 就很希望多讲 赢得别人的一个信任 其实信任不是话讲多来的 信任是做 做到让人家 佩服 我记得 我在二十出头的时候 听过 演讲当中说到 成人的世界里面 别人不会听你说什么 别人会看你做什么 人家听其言 会观其形 所以我们也 在每一天当中 更了解自己心的状态 不能 稀里糊涂过来 英光祖师说 日用之间 一天当中万静交集 多少个境界 一万个境界 一不觉察 一没有反观自己的心 难免种种 唯理情想 违背 信德的 这些烦恼 贪嗔痴 唯理情想 撇耳而生 就出来了 慈想济生 真心碎受 固毙了 这些烦恼一起来 真心就被 障碍住了 我们真心 一被障碍住了 起情绪了 我们跟孩子 讲的每句话 可能就伤到他们 因为有带着情绪了 好 那后面讲了 尖巧语 会无耻 视景气 切戒之 这尖巧语 有点强词夺理 会无耻 就不雅的 字句 视景气 就很粗俗 狂妄自大的 这些口气 我们感受一下 当对方是这样 给我们讲话 那我们会很不舒服 但不能因为对方的态度 我们也动情绪去回应他 这样就不妥了 像这个地质规简说里面 提到的 我们遇到别人这么讲话 我们反 反唇相击 恶言相向 我们应该有遇过 同学 打架了 或者吵架了 一了解 他骂我 我忍不住了 骂回去了 或者在球场当中 在竞赛 遇到冲突了 双方缺乏自我克制 那就对骂了 尖酸 刻薄的话就出来了 甚至用污秽的言辞 咒骂对方 这个在电视里面都有看过 这都可以提醒同学们 在这种情境之下 都不能情绪用事 不然结果就 互相冲突 甚至互相 受伤了就麻烦 所以平常学会了 分辨言语的好坏 不说 尖巧语 会无耻 是景气 这些 比较低劣的言辞 不讲 遇到事情 就能克制心中的怒气 把情况可以化险为一 掌握情绪 才能掌握未来 其实这个对我们在第一线教学 掌握情绪是很重要 但是也很不容易 一天当中 可能好几个学生的状况 我们都得定得住 这个忍入的功夫 我们当父母 当老师 什么时候表演给孩子看 往往都在家庭 教室里面这种现场 那老和尚有一篇教导 德行言语 应当学 这一段教会 我们感受感受 言语产生的差别 天长之别 之前好像有跟大家交流过 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印象 少说抱怨的话 多说宽容的话 我看点头的人不多 代表还没有21次 所以我们一问 同学们 之前讲过了 记不记得 他们没反应的时候 你不要生气 这个时候可以幽默一下 你们不记得正常 科学家说要21次 才记得住 我之前因为听老大上讲经 说释迦牟尼佛已经第八千次来了 我一听太丢脸了 第八千次我也没听话 现在在这里轮回 后来我教学了 我是以八千次为标准 自己还没讲八千次 没有资格 没有资格说人家了 好 那我们复习一下 忍住情绪 少说抱怨的话 多说宽容的话 抱怨带来记恨 宽容乃是智慧 你为什么要抱怨 可能对方有错 可是当对方有错 我们忍住抱怨 而能宽容的时候 我们想一想 对方印象深刻 很感动 不止没有骂我 还包容我 人的善根 就从父母老师领导 从这些静缘当中 把他们的善根掉出来了 老和尚讲过一个例子 他年轻的时候 在单会 当时候那个椅子 有弹簧 老和尚二十几岁的时候 那个就弹簧了 显然他的单位不一般 结果老和尚就在那 摇啊 突然 他的长官进来了 哇 你看当下自己也很不好意思 结果他长官很有修养 他说你这样 到时候摔伤了不好 没有批评他 他还站在关心他的立场 老和尚说 从那一次以后 都没有再做这个行为了 他善根被触动了 所以今天孩子犯错了 噼里啪啦骂他一顿 这个学生过后呢 下次造犯 不让你看到 所以我们的心会 是调动孩子的善根 还是调动孩子的情绪 这个我们要 在境界里面我们要清楚 这宽容乃是智慧 老上这个长官有智慧 少说讽刺的话 多说尊重的话 讽刺显得轻视 我们学静主的人不能讲讽刺的话 跟普贤行不相应 那这个跟普贤行不相应 要往生就难了 平道接不上 我们词这个 无量寿经 得尊普贤第二 贤供尊修 普贤大事之德 那普贤行 第一个基础是礼敬诸佛 没有第一层就没有第二层 不礼敬就很难称赞 第一层就是礼敬诸佛 我们礼敬学生的佛性 我们就不会有讽刺的原因 所以老上说 三字经前面八句话非常重要 而且第一句 大根大根 前面两句话 人之初信本善 教育要从这个基础出发 相信每一个人有本善 你不讽刺 而且还尊重 他自己就反省了 是吧 我记得我父亲 我犯错了 老人家最常讲的 你要自爱啊 没有讽刺我 反而更让我 懂得 不要糟蹋自己 你自己要自爱啊 这是尊重的话 这是 父亲教导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 要自爱啊 后来学佛了 什么叫自爱啊 随顺性 随顺性 三规 规一 自性 绝阵 静了 叫自爱啊 随顺 迷邪然 就照他自己了 所以少说讽刺的话 多说尊重的话 讽刺就显得轻视了 尊重 增加 了解 一讲尊重的话 可能学生就 把心里话 跟老师讲 就容易交心 少说伤害的话 多说关怀的话 抱怨讽刺伤害 这个都是要忍住脾气 才不会出来 伤害就会形成对立 我们现在想想 我们接受到哪些人 或者接受到学生 有没有感觉彼此有一个距离 假如有 我们就可能有讲过情绪的话 就会形成这种无形的磁场 过去过去了 把它化解掉了 伤害形成对立 关怀 获得 有疑 少说命令的话 多说商量的话 命令只是接受 商量才是领导 这谈的是领导 学 老上 谈到修行两个字 叫修正行为 我们还没学佛以前 行为是有习惯的 比方说学习的习惯 知识性的学习 要转成领悟的学习 比方我们在五轮的相处当中 我们也有习惯了 那个不很警觉的反观自己 这个习惯有时候 自己都看不到 比方我们做领导的时候 可能就压下去 就是一种命令的语气 命令只是接受 这个接受是勉强接受 心理不符 待人要待心 这个任务来 压给底下 都不体恤底下的人 这很难待心 真正有格局的领导者 下属犯错了 不会说他的错 切得干干净净的 这不干我的事 他的错 你看这个下属 心会不会凉 我们也见过 很好的领导者 下属犯错了 人家在指责他的下属 他不行 对不起对不起 这个我没带好 把过瘾引过来了 这样的领导者 人家觉得很有安全感 很值得信任 遇到事情了 都跟下属撇开关系了 这个就是 都是只在乎自己的 名利 形象 没有顾及到 君臣之意 所以在哪里修行 在五轮关系里面 人无轮外之人 学无轮外之学 所以老和尚说 敦伦净奋 是大道 到哪里去修大道 没有离开五轮 那我们再感受一下 商量才是领导 这种无形的东西 我们要感受感受 你看那种命令式 办公室的氛围是怎么样 那种商量 大家 参与度就很高 及时广 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把大家的潜能 激发出来了 这是企业的文化 企业无形的 氛围 人和的氛围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我们看群书制药里面 领导者 接受下属的劝谏 举了很多历史 汤舞以恶恶而仓 商汤舞王 怎么兴盛的 底下的人都敢劝 都敢讲真话 不会粉饰太平 就昌盛了 节奏以微微而亡 下节商座 朝廷里面没有人敢讲真话 要讲真话 就被他给陷害或者杀了 没有人敢讲话 这个兴衰 都在领导者 能不能接受劝谏 所以我们经营了一个团体 那个氛围就是 让大家都敢讲真话 为什么 都讲真话 才知道情况 才好改善 会形成不敢讲真话 那这里面就是 为了粉饰一些不妥 考虑个人 位置 得失这些问题 那这可不好 我们这团体本身是 公家单位 不能在公家单位 模拟个人 的利益 误了 学生的事情 这个造业就重了 这个得想清楚 我们 能够从事教育工作 这是有福报的人 别人 别人想做不见的 有这个因缘机会 所以我们 佛门很圆融 在哪里行菩萨道 在各行各业 在每个角色 行菩萨道 当领导 可以行菩萨道 当臣子 也可以行菩萨道 应以宰观身得度 极限宰观身而为所法 你看宋朝 包听天 包公 大家想一想 包公是不是 观之音菩萨再来 当然我们要去 极乐世界比较清楚 现在见未真 无清言 知未地无清传 但是你看 一个官员 居然可以影响一个民主 千年之久 是吧 甚至什么 民间艺术 演了一千年了 还是他最叫做 杂美案 把陈世美 这个 猝死 因为这个陈世美 复兴汉 所以我们善用心 就在我们的本分 角色当中 积功 累得 成就 菩萨道 下一句 少说批评的话 多说鼓励的话 每一句的差别都很大 但是 但是就是一句话而已 批评造成隔阂 鼓励 可以激发 潜能 所以 这个 控制住心中的情绪 怒气 不只可以化险为宜 可能 这个 宽容 尊重 关怀 商量 鼓励的话出去了 孩子被感动了 以后你讲什么话 他都重视了 所以诸位老师 我们 好好努力 不要让学生 都是追星 一追都是这些明星 假如 他最崇敬的人 就是他的父母 他的老师 这个孩子以后前途 不可限量 这个追星 好像还没追出 动梁之财 好 我们看 下面 提到了 见未真 勿清言 知未地 勿清传 还未看清楚的真相 不轻易发表意见 诸位忍者 容不容易 大家有没有 在一些境界当中 那个话 快出来了 压回去 好像还不够清楚 情况 忍住 忍住 尤其 假如这一件事 某一个人 你有点看不顺眼 你要更忍住 你会更 有点忍不住 我得 痛快先讲两句 见未真 无情言 不能意气用事 不能感情用事 知未地 这个地就是了解的深入透彻 对这个事情 甚至于是意理 不够了解清楚 不能轻易传播出去 我自己就有经验了 还没了解清楚了 讲出去 后来不是这样 还得发好几个短信 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看看 这个传错了 有时候忍住一个 喜气 省了很多 使劲跟精力 忍得一时之气 免得百日之忧 一个情绪 没忍住了 啪一出去 跟对方结梁子了 而且对方还是重要人物 你就在那 担心害怕 一百天 是非已 勿轻诺 苟轻诺 净退错 事情不恰当 不能轻易答应 如果轻易答应了 就有可能让自己 静退两难 感觉地质规 每一句要做 其实也不简单 都要很有定功 很理智才行 不能感情用事 你比方说 遇到高兴的事情 古人说 洗食之眼 多失信 很高兴的时候 答应的事情 很容易就失信于人 一高兴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后面 做不来了 不好意思 这个就净退错了 而且答应别人以前 隔言别路 我今天介绍了好几句 郑重推荐 宏裕大师 隔言别路 都跟言语有关 有个像刚刚说 知味地 物清传 所以隔言别路说 亲信清发 听言之大 大戒 你一听了就相信了 都没有去 甚思明辨 了解情况 你就趴出去了 这是听话的大忌讳 是非以物清弱 隔言别路说 任何事情要 度得量力 审视责任 你要答应一件事情 度得量力 是衡量自己 能不能做 而且还要审查行事 现在行事不行 怕你就答应人家 就错了 什么事情 得顺势而为 不能逆着行事 实节应远还没到 不能强求 林哲学先生说的 时运不通 望求无益 条件还没具足 不要 攀缘 去做 所以达摩祖师 他的老师 远吉的时候告诉他 我远吉 67年之后 你才可以到正代 才可以到中国 67年 不能着急 六祖大师接了一波 在猎人堆里面 待了多久 15年 大家有没有经验 事情答应了 做了一开始 感觉有点不对劲了 好像有点心不通 所以还得深谋远虑 稳扎稳扎 审视 还要责任 这件事情很值得做 你还得有适当的人 才能去做 没有适当的人 一个大好事 最后就搞砸了 事搞砸了 都有流弊问题 这个我经历过好多 那时候 人生阅历很不足 比方说 耗鸣力的人 都冲在前面 今天来了 献英勤 对你好得不得了 跟你拍一张照片 回去了 大肆宣传 我跟蔡老师交情 多好多好 结果他就在一方 就搞起来了 吃香的喝辣的 然后 别人都劝不了他了 而且他会打击人才了 因为他有名利 那我们可能就坏了一方的因缘 这个我看了太多 我不杀伯仁 伯仁因我而死的事情 所以 警啊 信啊 这些教诲都很重要 我们也得在世上练 然后用言辉的不饿过 才能 警觉性很高 把这个激动 益气 扶住 今天时间到了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